8月21日下午,在唐人街谈头王继鱼丸店内刚刚发生了一起抢劫事件。 我和我的朋友在王继鱼丸店用餐时,看到一名飞翼男子走了进来。 他走进餐厅收银台后,突然从柜台上抓起了小飞罐,并转身试图逃跑。 我看到后大声喝止,随后我便追了上去,并在后面抓住了他的衣角。 我用力拉他,并试图拖住他。 Stephanie在接受《遇见纽约》独家采访时表示, 在我试图制止这名抢劫者时,店内正在用餐的另一名男子也参与了进来。 他一直在让那家伙蹲下,但他们撕打了起来。 最终,嫌犯还是被我们抓住并制服。 我的朋友拨打了911报警电话,警察赶来后, 便将他带走了。 他可能是神经有问题,要么就是吸毒不太正常的那种。 所以对这种人,你有没有办法。 那位帮忙的男士在与嫌犯打斗时受伤了。 他被拉倒在地板上。 我看到他的前额和手臂都有抓痕,还流了血。 法律一般不会管这种小的case,他装进去可能明天就放回来了。 我觉得这边的法律,某种程度上是纵容这些罪犯。 这些人你就算抓住了都没有愿,明天可能就放回来了。 鱼丸店经营者Nelson表示,他非常感谢Stephanie愿意出手相助。 作为女孩子,他非常勇敢。 我没有学过格斗技巧,也不会功夫。 我已经在这家餐厅用餐多年了,出手相助仅仅是本能驱使。 我觉得小本生意很不容易,他们过去卖面条一美元一碗, 每一分钱都是靠辛苦付出赚回来的。 根据纽约警局的数据,截至7月3日,全市范围内的轻微盗窃案件增加了43%,达到55,876起。 在纽约,轻微盗窃是指被盗窃的物品价值低于1000美元的一众轻罪。 而现如今,纽约唐人街的许多商户都因治安问题而早早关门。 这对整个社区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冲击。 遇见纽约综合报道 欢迎点赞并订阅遇见纽约YouTube频道 了解纽约新闻资讯、文娱信息、打卡信地以及城市人物纪录片